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就看看谁这么胆大包天 金平儿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何苦如此相逼 秦无言 你这个叛徒 今天我就替鬼王杀了你 金平儿 又是你啊 我叫妙公子娘 上官策 也好 让你落入焚香谷手里 慢慢折磨 倒比杀了你强 不奉陪了 别追了 秦无言 想不到你也有金铁 终于落到我手上了 等等 这是万毒门的毒公子 又投靠了鬼王宗 万毒门和鬼王宗的秘密 他一定知道很多 刚才金平儿放狠话 就是想借我们的手杀了他 难道你想碎了他的心愿吗 勋儿 放下仇愿以大局为重 是 师叔 昏儿 把他带回去 我有话要问他 是 秦无言 你素来作恶多端 如今万毒门树倒狐孙散 你不思悔改 竟还敢到焚香谷来捣乱 真是容不得你了 秦无言 你来焚香谷做什么 说 数日前 我跟金平儿接到鬼王的命令 让我们潜入焚香谷 夺取天术 不曾想 刚抵达谷外 金平儿突然对我痛下杀手 一是鬼王怀疑我投靠置信不成 令金平儿伺机除掉我 你在死则里不是挺厉害的吗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连你师父毒神都栽在你手上 现在是怎么了 就没逃到鬼王半点好处 我自小便被我师父的蛊虫所困 作恶累累 无非是想求个活命 好不容易毒神走了 鬼王要置我于死地 没想到 却是你们这些正道弟子救了我 救你 救你是为了杀你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们会仁慈到放你一命吧 到现在 你还抱有侥幸心理 你害死我外公害死多少无辜百姓 这笔仗我还没和你清算呢 老城主生前待我宽衡 人非草木 殊能无情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最为愧疚之事 我对他必无加害之意 当年是鬼先生 暗地里给他下的蛊 你说什么 下蛊的不是毒神吗 将血蛊之书交给我师父的 其实是鬼先生 那时我师父还当他是好意 没想到一切 都在鬼王的算计之中 想借我万毒门之手除掉障碍 侵吞余都 再进入万福谷窟 还成鬼王宗复活兽神的打击 复活兽神 师父 在万福谷窟时 那鬼先生确实想复活兽神 但是被青云门阻止了 鬼王要如何复活兽神 你给我细细道来 阴谷中 告诉你这些 能饶我一条命吗 只要你不杀我 也别把我交回给鬼王宗 我就详细地告诉你 死到临头了 还敢跟我们谈条件 我也是将死之人了 就像你们说的 我是死有余辜 哪怕你们大发慈悲放我出去 鬼王也不会放过我 齐云更是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 只有留在焚香谷 我才是安全的 我这不是谈条件 而是恳求诸位 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至于是不是真的 你能不能活命 就看你的表现了 приход裡面 他介绍他 他勿保退 韩香谷已经来信了 李巡已经把天书 交給了云一�esen 他会妥善保管天书的 信中还说 让我们卿云不必担心 果真如此 Dafu 就有大麻烦 失知 他说 此话怎讲 天书对魔教至关重要 当年鬼王煞飞周章 不止长线 为的就是万福谷窟 和定海山庄的天书 如今天书 落入焚香谷手中 鬼王怎么可能会放股 定会设法夺回 若是轻敌大义 奈云一蓝等人 就非常危险 这与我所想的 是完全一致 我去信之时 已经提醒过云一蓝了 魔教觊觎之心已久 她何尝不知 只可惜啊 这云一蓝 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是有她自己的打算 此时说什么 恐怕她是听不进去的 肥香谷剑派 说来已经有一千余年了 现在 还镇守在十万大山的最前线 可见其实力之强决 你们可曾记得 十年之前 我们的青云一战 青云一战 依你们之间 正派之中 损耗最小的 应该是哪个门派啊 魔教惨败 青云惨寿 天因朴之以死 普空受伤 如此看来 不错 这些年一来 焚香谷已经成为 包孙实力 最为完整的一派了 自我青云大伤元气之后 云一蓝所领导的 焚香谷 隐约之中 已经成为了 各门派之中的 最强的一派 你们说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会听从于我们吗 魔教落败 正是因为人心涣散 逆盘散伤 如今焚香谷拖大 恰好给了鬼王 宗可乘之机 鬼王的轨迹层出不穷 即使云一蓝上官册 有所防备 恐怕也是难以抵挡 更何况十年前 与十年后的局势 已经完全不同 如今魔教只有一派 鬼王指挥起来 也不会有内讧的情况 内讧 只怕这云一蓝 并不希望有内讧 师叔的意思是 好 这也是我个人的猜测 镇守着十万大山 关乎着我中原的安危 陷下各派所面临的问题 重中之重也在于此 这鬼王一旦复活了兽神 焚香谷绝对是挡不住的 所以除了给云一蓝之外 我同时给天音阁的朴虹掌门 也去了封信 待他回府之后 我们再见即行尸吧 师叔 不宜再拖下去 恐怕魔教最近 就会采取行动 师侄啊 我们不妨再等一等 毕竟以咱们的立场 不便过多干涉 焚香谷的所作所为 再等等吧 师兄 我觉得秦无言所说的 应该不假 怎么说 怎么说 鬼王想集齐天书 复活兽神 这和清云门送来的信 内容是相符的 而我们天书在手 他们派人来明投暗抢 这都是有可能的 就两个人 怎么行动啊 那鬼王 不会蠢地以为 就凭这么俩人 就能拿到天书吧 就像秦无言说的 他们不过是前来探路的 之后还是会有人 陆续过来 只不过是鬼王奇差一招 想杀秦无言不成 被他苟急跳墙 跑出来投靠了我们 为求一线生机啊 师兄 这一招 鬼王恐怕还有后手 不可大意 鬼王若真有此通天本事 为何在清云门前 落荒而逃呢 放心吧 师兄 有我们在 他们绝对过不了 分香谷前往十万大山的 先前是秦无言和金平儿 接下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说不定下一个来的 就是那个血公子 长颜说得好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若总是有人前来打救 当真不好对付 必须尽快除掉 否则万一他这是骨肉计 实则与鬼吏等人理应外合 或是打探骨内消息 将会更麻烦 师兄 我们毕竟是名门正派 秦无言诚心投靠 就这么把他杀了 似乎有事后到吧 况且 秦无言一定知道 鬼王很多其他的秘密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这是我们绝佳的机会 至少也要把那些秘密 都套出来 再做处置才对吧 就怕养护为患哪 即使你 吓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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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叶红姑娘 你知道我的名字 你我虽不曾正面交过手 但姑娘是焚香谷中 最出色的女弟子 无言久闻芳明 你师父给你下的谷 解了吗 她死了 我身上的谷 自然就解了 我不懂 你明知道毒神歹毒 为什么还要跟着她 为虎作伤呢 这个世上不是每个人 都有你们这样的好名 我不像你们 从小便是世家子弟 又悉心教导你们的师父 活在孩童时 就要互相杀戮 更被我师父种下谷毒 苟延残喘地活着 方便问一句 你师父他们 打算什么时候杀我 我 我不知道 但是我师父向来一言九鼎的 既然你已经把实性说出来了 他一定不会杀你的 是吗 那他会把我关在这里一辈子吗 苦海乌鸦 回头是岸 只要你承兮悔过 曾想古南名门正派 虽说是斩恶无尽 但绝对不会以杀指杀的 回头是岸 其实早在余都之日 我就想离开万都门了 只可惜 大错已诛成 无法回头了 你别想那么多了 就好好先在这儿悔过吧 燕姑娘 无论此番是生是死 我都感激于心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又封印了天树 只不知那鬼王何时来抢 青云恐怕也想要的 而今局势未明 切不可轻易动用悬火箭 须得仔细防守此地 师兄 如今我们天树在手 此乃天赐良机啊 何不趁鬼王大举入侵之前 我们修炼天树 增强实力 否则更待何时啊 不可 你怎么还没有打消这个念头 天树魔性极强 轻易不可通用 否则 就连你自己 也会受到影响与侵蚀 如果真能增强实力 师兄如何不与你休息 师弟 此处未有旁人 只有你我 有句话我就这么说了 你是否还记得当年师父 说过你最大的敌人 是什么 还记得吗 亲手本心 切勿着了心魔 知道就好 走吧 本心 真是个笑话 云亦兰不过是想霸占天树 独自修炼吧 师弟 怎么还不走 待得还习惯吗 不知 你可有悔过之心呢 潜心悔过 若还有什么需要我提供的 但言无妨 你不认同 人 你不认同 多知 忍不过 应该都会懂 这些人 是否 起死回生 只是其中的 一个功效而已 这么厉害 那为什么 你不仗为己有呢 若我得到 还用得着臣服 与鬼王踪吗 都是鬼王偏心鬼力 将天书授予他 才令他功利大惊 魔教妖术 迟早会反噬自身的 恕我直言 这世间的功法 本身并无正邪之分 过离这十年来功利大惊 也都是拜天书所赐 只是鬼力用他来作恶 方令人闻风丧胆 若是落在正派之人手中 自然是为世人造福 实不相瞒 此次来焚香谷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说 死亡沼泽一战中 离寻待会天书 想必用不了多久 焚香谷便将拥有 最为强大的修为 成为正道巨之 青云的鼎盛 已经过去了 来日 必定是焚香谷的天下 良心择目而弃 只要长老 能让我留在焚香谷 我愿小全马之劳 愿小全马之劳 你说的 愿听长老吩咐 师叔 师叔 手下留情案 他 师叔 师父不是说 要留他性命吗 他死不了 我只是废了 他身上的修为 把他带到厢房 好好照顾 就说是我的吩咐 不过 绝对不能让他 离开焚香谷 是 凭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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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妙 这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会在这里 是上官师叔 让我带你来的 他虽然废掉了你的修为 但好在最艰难的一关 你已经过去了 你先在谷内好好住下 如果表现好的话 或许师父会开恩 收你为 废去我一身修为 是要收我当 焚香谷的弟子吗 我不知道师父 和师叔怎么想的 等到以后有机会 再慢慢问吧 我自知罪孽深重 不仅跟你的师兄李勋 有血海深仇 更与清云那些人 有不共戴天之仇 你们收留我 若是让清云门的人知道 只怕会伤了焚香谷 跟清云的和谨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 焚香谷创派千年 乃正道第一大派 平时不跟清云门争 是不屑曲折 并不代表咱们 并不代表我们就怕了他们 你只要一心 听从我师父 和上官师叔的命令 好好做人 就不会有事的 好 在我被非修为之时 多亏燕姑娘替我求情 否则 只怕性命不保了 你误会了 是上官师叔扰你一命 跟我没关系 你先好好休息吧 有事就通知门外的弟子 他们会智慧我的 是上官师叔扰你一命 跟我没关系 你先好好休息吧 有事就通知门外的弟子 有事就通知门外的弟子 是上官子 上官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独宿在他的身体里实在是对他不利 此次完成任务回来之后 我定会帮他增强修为 再说了 不是还有你吗 无言为鬼王宗做到如此地步 还望宗主不要忘记无言今日的牺牲 这个我自然知道 莫非宗主也想赐他一卷天书 青年才俊后起之秀 这才是我派雄霸天下需要的 中坚力量 只要他此行能表明他的忠心 赐予他天书又有何不可能 此事到时候再说吧 只是我定不会亏待于他 眼下最要紧的 还是要取回天书 不知宗主 打算何时向焚香谷发起最后攻击 玄火坛下阵着九尾天乎小白 小白有着蛊惑人心的力量 这是我们第一个有力的条件 当年六尾为了救小白 曾深入玄火坛 如今风意引然松动 想必放出小白不难 正是 而天书现在在云翼兰的手上 他定会将他与玄火箭一道 阵于玄火坛之下 上官册好胜不服输 和云翼兰相争多年 秦无言正好利用天书 挑拨他们师兄弟二人的关系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有力条件 金平儿如果与他配合得当 说不定 根本用不着我们出手 便可将天书收入囊中 此时依我之见 还需青龙亲自走一趟 如此重要的东西 万一真被秦无言得手 他又像鬼力一样 不服管束怎么办 先前将天书授予他 他竟然说走就走了 此事不可不防 先生大可放心 鬼力虽然离开了 但并未走远 他的一举一动 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该出现的时候 他自然会出现 我十分好奇 宗主何来的信心 只因眼下的鬼力 与以前大不一样了 他甚至活得 已经没有了自己 除了跟随我们的脚步 他还能做什么呢 前去胡岐山侦察的弟子 从鬼王宗打探到消息 不知道为何 鬼力已经离开了鬼王宗 十年前 鬼力就已经身距青云 天音 魔教天书这三派功力 如今这十年 更是今非昔比 听闻 他现在是鬼王宗的副宗主 他离开鬼王宗的墓地 想必是去焚香谷 夺取另一卷天书 我看 有必要提醒云一兰 小心才是 十月师妹 我倒觉得未必 或许这鬼力 还有回头的机会 毕竟鬼力和我们的弟子 在死亡沼泽 与天地宝库内几番相遇 但并未攻击他们 反而是暗地里相救 这说明 他还是顾念旧情的 赵泽中 雪奇和鬼力交过手 虽然雪奇没有说什么 但是我料到 他曾经劝过鬼力回头 可惜这小子 直迷不悟 当年之事 不会那么容易就释怀的 对了 这林鲸鱼 不是跟鬼力 是总角之交吗 不如我们派林鲸鱼 前往焚香谷 一来呢 到时候可以支援云一兰 二来如果鬼力出现 就让林鲸鱼好言相权 若能真的劝他回头 我何尝不乐意啊 可惜啊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决定的事情 是绝技不会再回头的 如果两个人见了面 各自相持不下 最后的结果 只能是打起来 天师兄 就算是打起来 只要能拖住鬼力就行 如果鬼力不轻易出手 我们就可以集合 所有人的力量 对付鬼王和青龙 到时候方可一战 对了 书长啊 如何一战呢 现在 道玄师兄还未出关 恐怕就只剩下 我们这几根老骨头了 好 还有几个小辈的弟子 可叹如今青云 竟如此不景气啊 年轻弟子实力不济 这是暂时的 上次青云大战 消耗了我们 太多的有生力量了 如今失职萧义才 伤重未愈 甲义时日 一定能够好起来的 我们青云监派一千多年来 什么样的大风大浪 没有经历过 行事不等人哪 萧义才的伤势 好些了吗 他回来之后 一直在房里养伤 听说是被沼气所侵 晚一点我再去看看他 希望他能早点好起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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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张小凡 下一次就该到你了 道轩一旦出关 知道你的所作所为 我不会受你蛊惑的 不会的 小诗诗 你怎么了 诗诗 诗诗 你怎么了 我没事 你是否上都发作了 你 我不 我不杀 我不杀 师兄 师叔 师叔 伤势如何 幸好伤势地有功法忽深 虽然重伤 但是还不至于伤其性命 可惜他修为大损 一时半会儿 恐怕难以醒过来 书长 依你之见 可会是嗜血珠所伤 现在还不明确 不过凶手偷袭一招击中 伤势地的内力几乎被吸空 看样子对方的功法 也十分可怕 西人内力这等邪功 就算不是嗜血珠 也必然是魔教中人所为 师叔 不管凶手是谁 魔教先已潜入我青云 必有所图谋 只怕会大据报复 鬼王宗行事向来十分谨慎 在他没有准备好之前 我想他是绝技不会再犯我青云的 你猜啊 吩咐下去 让各山的弟子严加戒备 仔细搜查 是 弟子这就去办 魔教此时潜入青云 偷袭商政令 会不会是声东击西之急啊 以此引起我们的注意 好无暇顾及这坟香谷 书长 你说得极有可能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赶紧 召集各派的弟子 准备前往坟香谷 一旦这鬼王 若是真的进攻了坟香谷 那么十万大山 可就是岌岌可危了 静语啊 你现在就赶往坟香谷 告诉云一兰 我青云有协防之意 是 师叔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这次真是便宜你了 要不是师叔饶你一命 毕竟你千刀万剐 秦无言